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立委的时候就是一直在教委会的时间最长 那其实他对各地包括很多偏乡 像我们都知道说其实他有很多的各地的朋友 其实从大学的时代可能就参加 陆陆续参加他一些协会的活动 那现在就是把这些协会包括在偏乡的 之前他的协会也办过说 从花莲把高丽菜运来台北 大家请学生带回台北帮忙转卖这种活动 那现在就是说从协会改由这个基金会来办 就仅止于此 OK 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内幕 它是一个五百万的新北市的基金会 您觉得有什么内幕 应该是好事一桩 他以前的协会就一直在做这个事 那他跟吴敦毅现在未来是 在党内这种关系 我觉得这个是外界 可能没有故事好写 最近没什么故事好写 那也很多媒体不好意思骂蔡英文 在现在 骂骂国民党来出出气 或是大家觉得 那也是因为吴敦毅他自己说他要出来了 所以才会 对于吴副总统的任何行为 我们都尊重 好来 既然被嘉信这样念了 我们就弄点别的话题来看看 来 有七家公司空前大退票 什么回事呢 中央银行公布了这个六月 存款不足退票 就芭拉票 异常 就是说不是这芭拉票到处都有 可是这个六月份很特别 这异常退票一共有四十三张 有七十九亿 非常不寻常 这个央行业务局长 陈一端说不是只有我们说 他也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好了 这些呢 这个央行业务局长陈一端 他就说 这个东西跟警器循环没有关 你说现在警器循环特别不好 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说没有 所以非常不寻常 而且呢 这七家公司呢 是属于非上市柜的批发零售业 非上市柜嘛 所以他的芭拉票 比较容易在私下流通嘛 好 他们开票的金额都很高 然后呢 跟营运规模明显的不成比例 而且退票的日期非常集中 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如果扣除这个异常的现象 六月份的存款不足 退票金额会降到九十七点八八亿元 意思说光这个退票就是七十九亿 这到底是一个 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去解读 我如果现在又cue佳青 佳青又说这我干过什么事情 所以我要换个人 就是国努哥 这什么意思 这种现象最近有一个公布一个数字 好像联系器已经有三个燃环灯出来了 已经经济慢慢稳定下来 我是希望在公布这种七家的时候 你必须把这七家公司整个背景详细一点 他到底是是做这个出口进口 还是哪一种行业 如果没有这种背景说明的话 我们真的搞不清楚 为什么会是 必发零售业 必发零售业 很奇怪 是不是跟中国有交易 有经商过 因为现在很多经商在大陆那边 一直慢慢转移到这个越南 慢慢转移到柬埔塞去了 这些都是我们很辛苦的中小企业 现在都没办法存活 我认识好多的朋友 尤其做鞋子的 在中国解释是像逃难一样 不逃不行 他们所赚的钱 甚至劳工现在他们的基本劳工 都已经快超过我们了 根本没办法做下去 所以刚刚看到你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怪 会不会是跟最近这个中国的交易 发生什么问题 然后这些厂商没地方 包括最近一直在散布一个消息 说我们的中国观光客来 已经降到剩下三成 不是跌三成 是降到剩下三成 所有旅行业 所有游览车业 全部都被打趴掉 可是我不客气要跟观众讲 国际的大饭店来台湾投资 还要盖四十六家 包括四季大饭店 到底台湾被讲得好像观光不景气了 都没有人来了 可是国际观光大饭店的集团 就看准台湾 还要进来投资 连四季大饭店这种最有名的国际的连锁店都要来了 到底是好还是坏 分析这些东西大家都会分析 但是如果从退票这样 我一直想不通了 如果真的是中小企业的话 政府也要找一点借务 这里面是有文章的 有文章 因为我自己从金融业出生 第一个首先 银行端不会随便公布这个数字 这是第一点 第二 四十三张票里面 就有这样一个金额 将近一张是两亿 对差不多 第二 他还把行业说出来 批发零售 而且他在告诉你集中在这个时候 他在说什么呢 这是另一场 另一场 类似国际或者是另类的国际的金融战争 或者是商业战争在启动 我用比较间谍式的语言 他可能是另类的第五纵队的启动 另类的第五纵队的启动 那就是共产党 那因为你要去引爆国内的岛内的经济情况 其实是可以操作的 OK 好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 就是通常退票就退票 因为我们在金融界这么久了 是不需要特别提出来的 但他特别提出来 因为金融界是极度保守的 保守到什么程度呢 保守到今天彭老师 你买一个15万的保险 接电话的是李俊逸 李俊逸是不可以被告知的 是保守到这样 可是今天非常异常的 把这些说出来 而且连行业都说出来 那为什么要说批發零售业呢 因为早就有一个说法是 红色供应链已经进到我们的通路了 OK 我们的神经末端都已经进去了 那这个事情 没有人能够有效的证实 这件事已经与国民党不国民党都没有关系了 因为红色供应链就是红色供应链 我特别要提起 为什么我要补充这段 插国中大哥的话呢 是这样 就是银行端这样说明的时候 在我们受金融训练的过程里面 这是极度不寻常的 OK 是不会说的 而且更极度更不寻常的是 他已经多向前了两步 他把批發零售业说出来 另外一步是他把日期都说出来 对 金融都说出来 这太不寻常了 他在提告诉你说 这是另一类的国安籍的警讯 请注意我们的金融跟市场现象 有人可能刻意的操作 有人可能刻意操作 这已经不是国内有这个能力了 OK 所以那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 他在提醒 那林权政府或者是蔡英文政府 有 有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个问题 我不确定 OK 因为他的复杂性超过我们原来的想像 来 梅梅 看得懂吗 他这个是批發零售业 算是最下游的 他是成品 他是可以卖钱的 如果只是单纯的金融犯罪 他是可能就说 我这个东西对不对 我拿了货了 可是我让你货款跳票 可是我的货物是可以再卖出去 我可以把钱套出去的 如果是单纯的金融犯罪是这样子 那是可以追查出来的 可是比较可怕是说 如果是像欧老师所说的 是所谓的红色供应链 乃至于第五纵队入侵 不管说是劳乱你的金融秩序 乃至于我们的校园毒品 那么泛滥 这里面有一半以上 其实从中国那边过来的 那全方位的 在你的台湾内部引爆 包括社会的 金融的 经济的 政治的 国安上面的各类危机的话 那我必须要讲 蔡英文政府是面临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艱峻的这个挑战 这个挑战里头就是 有外部强大的力量 还有里面已经潜伏的人 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政党的呼应力量 那这个就是对蔡英文政府来讲 你要自己对号入座 我也没有办法 我只说很大的政党 你自己又要对号入座 所以你自己也认为说 大家都认定 你们是跟共产党很喜欢呼应 所以你才会说不要栽账 不要那么急 卸主隆恩 民进党好棒棒 你看又来了 好 没有关系 我尊重你的发言权 那大家看到毛家庆的自然反应 就这样 可见的国共联手自台 好像是已经深入人心了 連国民党自己都承认了 好 OK 好 我尊重你 没有关系 他这个问题 经济部商业局 应该要马上要出来 对这个问题做一个调查 这个问题绝对很棒 确实是我们的零售医院 我是不是我所看到的 你说现在五分普 后来没出去 去哪里 对不对 只有四十三张票 五分普就很惨 他是大事情 你去天母看 天母那个三千线很惨 真的吗 真的真的 跟以前差太多了 你知道吗 我们那边很多小店 都已经活不下去了 现在我知道很多店面在空掉 对对 然后他们就跟我讲 他说比如说 他们很多以前 比较高端的消费者 都已经搬到中国去了 OK 所以消费力就一直衰退 那这是台湾面临的困境 那我说这可怕的困境是说 不是只有经济力量衰退而已 就是刚刚我讲的 如果有心来捞乱你各种方方面面的秩序的话 对 那确实对台湾来讲 这件事情不可等闲是之 而且你想想看 中小企业 四十几张票 每一张平均两亿元 他不是中小企业的 对 什么样的中小企业 可以开到这样子的票呢 对 而且在同一时间引爆 在这个时间点 又这么样的密集 那我们就怀疑了 如果是单纯经济犯罪 是什么样子的企业活不下去 所以干脆摆烂 然后套钱出去吗 又或者说 这里面其实遣返了更多的这个危机 但是不会这么小集中在一起啊 对 有计划的 所以老实说 主管单位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追查的啦 至少要查清楚 那后面的来龙去脉 那到底这个千丝万缕 到底有没有什么样子 一个更大的一个 所谓的第五重队 乃至于潜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冰山上的一角 一夜以至秋 真的要小心 所以我一直要讲说 那个蔡英文总统说 维持现状 可是至少真的 蛮久八年不是吃素的 至少我们把它拉回 八年前的现状 好不好 OK OK 好 谢谢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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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